或者大家都聽過,有些人減肥十幾次 每次都失敗的,每次都不成功的 每次減完就增加,更加重回以前 譬如我以前是200磅的,減到180磅 又升到210磅 即是他們會用一個crash diet 或者用一個最潮流的diet去減肥 但是很多時候減完之後就會再暴飲暴食回 這件事是非常之不好的 其實所有事都有關於他的習慣 因為他不習慣,或者他是局限了自己 在一個很有壓力的環境下 他一辛苦了8個星期,10個星期,甚至乎3個月 他就要爆了,他就要爆出來 他就要釋放自己 我要吃這麼辛苦,我要吃這麼多的東西 去彌補他的痛楚 其實這個不是真正的身形改造 真正的身形改造其實是改變你的mindset 即是從此以後,你改變了之後 你就可以stay lean or stay strong or stay healthy forever 如果你完了,OK,photo shooting 哇,好帥仔 拍到背後好漂亮 那APP都出來了 但是轉頭一個月四個星期不見了 大家再見回來,為什麼會這樣呢? 那就不是真正的身形改造 其實有很多原因的 第一個原因就是習慣 你沒有一個健康而恨久而持久的習慣 但是大家要記住 習慣可能是我們從小到大去培養出來的 可能我小時候父母給我們很多零食 可能吃東西我們小時候可能沒什麼 就算我自己小時候都沒什麼健康的習慣 都是早上吃個腸仔包、火腿板包 上學之前可能吃過餐蛋飯 那時候沒什麼錢的 最主要有質飽你吃就可以了 是不是? 怎麼會有這麼多營養去 哇,還要吃鋸扒 大哥,可能一個月才鋸一次扒 我現在可能一個禮拜吃三次牛扒 所以我們以前沒得選擇 如果現在有得選擇的 有afford到的話 真的要focus在 protein 不可以只focus在飯那裡 ok 另一件事就是 我想說的就是 從小的時候 為什麼我們會形成這些習慣呢? 第一,我們沒有這個知識 沒有一個營養知識 還有很多東西就是 譬如 你家庭環境影響 你的成長家庭 或者你的原生家庭影響 譬如你的原生家庭是有父母離婚 唉,真是很傷心很疼 接著,個人很孤單 整天都好像自閉一樣 整天都是獨男、獨女 這樣留在家裡 他還沒在房間裡吃零食 習慣了,因為不開心 心情不好 吃零食去舒緩自己的壓力 即是你沒有開了個薯片 吃一兩塊的 你要吃薯片 當然吃完整包 所以,好 我就不要suggest 把薯片放在自己的房間裡 最好呢 就 在個box那裡 吃完呢 吃幾塊也好 放回個box 收回去 越遠越麻煩的 好好的 記著,越就手的話 越死 千萬不要就手 越麻煩的 最好是鎖住他的櫃桶 那就最好的 總之 ideal當然是 你不要買任何零食在家裡 那就最好的 OK,如果你習慣了 在家裡吃 放少少零食在那裡 你一定會去拿的 例如有汽水 那你還沒有 一罐汽水 三百多個卡路里的 你還沒有選 Code Zero 我沒有叫你天天喝 可能偶爾喝一兩罐 It's okay It's okay Right 例如我們那些小罐 可能只有二百個毫升那些 二百個毫升那些 其實沒有所謂的 喝了去零卡路里 而且又不會令到你的身體不健康 反而更好 你喝了一些無謂的東西 高糖的飲品 記住 習慣是很重要的 我們要知道 為什麼我們會形成這個習慣 第二個原因就是 我是這樣 我是肥的 我父母又肥 我一定肥的 肥緊肥硬的 我是這樣 有些人習慣遲到 我是這樣 這個就是我 OK It's me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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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 我知道你是遲到 我知道你是肥 OK 不過你要自己 你要自己 跟自己說 你要自己 知道自己 承認自己 是肥 或者 是要去減 如果你不覺得自己肥 你不需要減 你更加不會在聽我說話 OK 所以呢 你要知道自己的軟弱是些什麼 或者你自己需要些改變的什麼 你想改變些什麼 你想有什麼改變 你聽到我這個YouTube的話 就是你想要改變些東西 Something 改變一些東西 改變些什麼 對著鏡子 看看自己 哇 這樣 這樣 然後看看IG 哇 人家這樣 我想不想這樣 好了 肯定了自己 我真的想這樣 譬如我現在是230磅 肥仔 跟著 我想減到 哇 這樣180磅 你就去吧 OK 跟教練談 我想這樣 又多久 兩年 OK 兩年 如果你說三個月 沒有可能 Nope Nope 沒有可能 時間 Patience 你會當中 你會經歷過很多up and down 很多氣餒的時候 OK 還有你知道每年 如果你是結婚的 爸爸 你有孩子的話 哇 你一定是這樣的 因為那個有生日 不是那個生日 就是那個生日 OK 跟著不是要去旅行 跟著有聖誕 是吧 很多元日發生的 所以呢 時間越長呢 就越好的 OK 記住 認定自己的元弱 認定自己的元弱 認定自己是需要改變 我們就切實去改變 就不要說坐在那裡 我是這樣的啦 這樣 躺平了這樣 千萬不要這樣 第三 記住 你亂吃東西 一段日子呢 是一定要橫的 沒有東西是不橫的 即是等於你簽爆了卡 你都要橫的 尤其是這個身體 身體上天賜給我們 我們一定要保護我們的身體 健康些 那我們呢 就可以耐久一點的希望 當然啦 你說 哎呀那個人不吃衣 不喝酒 都有新癌症 沒得說 其實你問醫生呢 醫生都答不到你 為什麼他會有癌症出現的 沒有人知道 沒有人知道 但是我們盡量去減低那個癌症 或者身體的炎症發生 譬如我 我爸爸有癌症 回到天家的了 我大伯有癌症 我爺爺有癌症 那我是不是會有 風險會高一點 是吧 所以我便要更加去主動自己的身體 譬如我爸爸66歲 就已經離開了 上天父那裡了 那我想怎樣 我是不是想 more than66歲 只是想 我66歲的時候已經 哇身體虛弱 要家人扶我去看醫生 日日去 我記得我爸爸那時候是 日日去 去威醫師的 威技的 日日都去看的 基本上 好痛的 你知道 我爸爸是 post-state cancer 好痛 條腰好痛 基本上是用鐵板 才坐直的人去的 好痛 痛到睡不到覺的 ok 所以呢 我不想經歷這些事情 我不想經歷這些事情 所以呢 就要去做身體檢查 ok 我前幾年做過大腸癌 ok 做過post-state的檢查 touchwood都沒事的 這樣 如果你不想四十幾歲 又膽固醇 高血壓 又糖尿 的話呢 麻煩你現在開始 要注重自己的健康 注意自己的 腰圍 如果你的腰圍是 闊過你的腰圍的話呢 求求你 真的開始去減肥 或者控制自己的體重 控制自己的body fat percentage 我聽過藝人 一位藝人 我不說名字 剛剛聽的 他一天喝八罐可樂 兩罷煙 他減不到肥 他說他為什麼減不到肥 他就分享 他就每天 他太太已經扮了一部 跑步機 在他的家裡 跑步機是好的 不需要跑的 其實 走就可以了 走就可以了 Waytuning 加走路 其實走路是什麼呢 增加你的neat OK 就是long exercise activities thermogenetics OK 這個非常之重要的 不要看少 不要看少 每天走 八千步 一萬步 萬二步 千萬不要看少neat 是必須要的 因為在你的TDEE 就是total daily energy expenditure 裡面 是佔一個很大的比例的 TDEE 所以大家不要看少 不要淪色走的數目 變成你不可以坐在那裡 太久 你坐到某一段時間 你一定要起床走的 否則你很難減 我還知道你 一天去健身 每天都有去健身 但是 做完健身的兩個小時 你已經坐在那裡 坐一整天的話 你都很難去減的 還有neat 都是一個deficit 除了你要控制卡路里 你要進行carry deficit之外 你還要去走 因為走路都是deficit之一 你最重要的 Output 但是那個input 還有一樣東西 就是 吃到什麼 potein potein ok potein是非常非常之重要的 ok 當你的身形 不是很好看的話 你個人一定是沒有那麼 自信 沒有那麼多 經常都是 不要看著我 不要拍照 我那麼肥 不要拍照 那個人很 很沒有動力 ok 很沒有自信 走路都好像不醒神 那樣的 那如果你有身形的話 你的自信 或者你又 你知道自己 譬如 squat 100kg的話 哇 那人自信很多 我想大家都看過 physical hundred 你看到那些運動員 其實 哇 你都很想像他們那樣 那麼fit 那麼好狀態 跑又可以 舉又可以 爬繩又可以 推石又可以 是不是 那我想 那大部分人 我想 年輕人 ok 都很想追求 這種的身形 ok 那所以 你不單止 要 低一點脂肪 不需要很低 低一點點脂肪 或者你的體能力 你的fit and dance 都不錯的話 that's good 所以呢 我建議大家 除了你喜歡跑步的話 go ahead 跑步 還要加上weight training 為什麼呢 因為你在body composition 一定要建立肌肉 沒有肌肉的話 你改變不到的身形 所以 你想改變身形的話 一定要做weight training ok 當然不需要做我的舉重 weight lifting那些 不需要做snatch 或者cleaning 你做squat dead lift bench pass overhead press chin up sitter roll lap pull down bicep curl tricep push down Enough 是不是 就是這樣 剛才分享了 新型改造失敗的原因有多少 究竟有什麼方法呢 好像剛才已經說過 透露了一點點 第一 建立你的健康的習慣 例如 每一餐吃potein potein是什麼呢 你可以吃牛肉 豬肉 雞肉 魚 OK 基本上 所有 在超市買到的potein 也是可以的 基本上 所有肉類 任何肉類 海鮮 蝦也可以 蟹也可以 龍蝦也可以 羊也可以 什麼都可以 high protein 是非常之重要的 OK 這是第一件事 還有每一餐 盡量都有些少少蔬菜 green 就是potein and green 是最重要的 這件事 接著之後呢 喝水 很多人都不喝水 很多人都喝些 無謂的東西 譬如那些 蘇娜提 有些有味的果汁 檸檬茶 奶茶 那些 那些是阻礙了你去改變身形的 所以呢 喝多些水 最好呢 加上一些電解質下去 會更加好 第二件事 接著就是 睡覺 很多人 香港人都是不睡覺的 我知道那些人 都是一兩點睡覺 凌晨一兩點睡覺 其實是很難很難去減肥 很難很難去改變 改造你的身形的 所以呢 希望早點睡覺 因為聽過 中醫這樣說 不是我講的 中醫講 11點至2點 是個身體那個 Liver 去排毒 進行排毒的 如果你miss了的話呢 你身體怎麼去排毒呢 其實 為什麼會肥呢 肥的意思呢 其實 你的身體的毒素 那你想 減肥 Fat loss 其實等於排毒 排毒呢 你喜歡排毒排出來 是不是 你阻礙了 你的身體 那個排毒功能 那 你便肥了 是不是 你身體嚴症那麼多 你一定肥的 是不是 所以呢 第一個階段呢 其實 不是減肥 有些人 一頭一個月 哇 減了10磅啊 是不是減了10磅呢 其實減了水腫 為什麼水腫呢 水腫的意思呢 就是減低身體的嚴症 減低那個information 這樣呢 你的人呢 就會瘦很多 看下來 嘩 減了很多 其實減了水份 因為 Fat cell 是不會走的 Fat cell 脂肪的細胞 它不會走 它只會大 跟小的 好像一個 Balloon 那樣 我們希望呢 當你亂吃東西的話 就會增加多些不同的Fat cell Fat cell Infame的話 就會大了 那我現在是把每一個Fat cell 整細 那個人就可以縮 所以呢 千萬不要 over eat over eat 是要橫的 是要橫的 那剛才都說了 走路 每天都 keep住 即我們什麼叫做be active keep住行 keep住的need 是高的 你看我在IG整個post 自己每天走幾步啊 我比賽之前 在Body Building比賽之前 基本上 之前的三個月 都在走二萬步一日 二萬步一日 真是 要找時間去走的 找時間去走的 就算我們拍車 我們總之會拍遠一點 我們盡量都不會拍在 超市門口啊 或者你的餐廳門口啊 或者 總之拍遠一點 拍遠一點 走多這步 坐多這步 盡量都不要被自己坐在那裡 就算我不管你 做完那些日子 做完那個squat 幾累都好 都要走 繼續走 OK 第二個方法就是 選擇 一切都是 跪於選擇 究竟你選擇健康 我每個人都喜歡健康的 每個人都喜歡健康的 但是很少人去選擇 健康 OK 因為健康 好難啊 好悶啊 吃完這些東西 好悶啊 好齋啊 選擇很簡單的 我一講的選擇 就好像你的超市 究竟你選擇 買什麼先呢 買肉先 買菜先 買水果先 買零食先 那你會不會 哎呀我寧願不吃 鋪鐵 只吃個卡路里 你比較高的 起司蛋 這樣 原來都是選擇 究竟你選擇 什麼呢 選擇 什麼 放進你的身體 記住 肥 是不會 突然間出現的 不會是 by accident 的 一定是 你選擇 出現了 問題 那你怎麼可以 做一個好的決定呢 就是你的習慣 例如我起床 我不習慣 擦洗臉的 我就這樣換衣服 上班 哇 這樣都可以嗎 對不對 變了 你的習慣 就是決定於 你的選擇 但是習慣 好的習慣 是要重複 重複 不斷地去做 就好像 我們起床 擦洗臉 做一些 mobility work 跟著 做運動 走路 吃東西 飲水 所有事情 都好像 on schedule 去做 有計劃去做 就不是 哎呀 今天沒有東西吃 隨便吃個 包 這樣 你想找個包 都找不到的 譬如你記住 你不要被自己太餓 你太餓 或者 太多壓力的話 你就很容易 make錯 decision OK 所以 不可以被自己 太多壓力 不要被自己太多壓力 放鬆自己 一有壓力 你就亂來 你就 make不到 decision 譬如有些人 上班很忙 很高壓力 OK 一放工 哎呀 我要吃餐 厲害的 彌補我的壓力 上班的壓力 OK 很多人都是這樣的 所以 你一定要做一個 很好的壓力管理 因為 當你的 cortesol 高 你就很容易 make錯 decision 還有你很容易 create for sugar 去將cortesol 降下來 這樣 最後一件事 想和大家分享 你的 同行者 究竟你有沒有 同行者 有沒有一班人 可以跟你一起 都是過這種 這麼有discipline的 生活 的隊友 好似我這樣 我develop了一隊team 我的學生 叫team kenneth 他們全部都是 訓練 吃東西 休息 睡覺 都是很on schedule 他們也是教練 有些不是教練 有些是運動員 有些不是運動員 都是在裡面 community裡面 所以大家互相去鼓勵 互相去支持 大家去分享自己的 飲食日記 training 可以互相去鼓勵大家 原來他這樣做 我又這樣做 他又這樣做 他吃這些 我去吃這些 不如他 他不吃這些 我都是不要吃這些 我吃了好像很不好意思 其實是很好的 每人去監察著大家 或者去看一下大家 放些東西 放些training上去 IG那裡給大家分享一下 不是 例如 Ryan 在做Squad Steve 在做這個 Steven 做一些cardio Demis 做weight lifting 其實 每個人都會有些 不同的鼓勵 為什麼人家可以做到 為什麼我做不到 有些人 這麼快 可以去參加比賽 為什麼去參加Memphasis 參加bodybuilding 跟著幸遇 又參加比基尼 是吧 所以 一班人在這裡 鼓勵著大家 大家 保持著這個步伐去做 就會容易些 不會off track OK 如果你 哎呀我不管的 我自己 我喜歡free 我喜歡自由 我要從你訓練 好像沒有自由 我告訴你 Discipline equals freedom 如果你沒有discipline 你基本上是沒有自由 好 好